今天香港传真带您来看到 中共喉舌《人民日报》在周日发文 抨击香港人对于四川亚安地震 抗拒捐款给大陆官方 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此予以驳斥 表示香港人这一次会抗拒捐款 是因为当年汶川捐款遭到中共当局的贪污滥用 会有今天的情况得归咎于中共的腐败体制 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认为 港人一如既往对今次灾民予以同情和关心 但是对中共当局贪污与滥用赈灾款项就非常反感 包括08年汶川地震后 港府拨出的100亿元赈灾款项遭滥用 那个灾款94%以上都挪到了 这个政府的行政费用就上去了 就是比如贪官里面去了 现级的官员的办公室的房间 都是几十平方米 很豪华 他说许多在汶川地震后重建的所谓八级抗震房屋 在今次地震中却大面积的倒塌 再次凸显豆腐渣工程的问题 大陆晋级天灾频频 H7N9禽流感疫情与地震接连不断 蔡有梅认为每次的灾难都暴露出体制问题 蔡有梅又说 今次地震 中共拒绝境外团体的协助 比上次汶川更胜 她相信主要是中共想掌控灾情的发布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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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